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的性格特征让我很佩服 我觉得是她的大智若鱼 因为其实她看上去是有一些傻傻的 不经思索地决定了很多事情 其实她全都是深思熟虑之后的选择 对 其实她虽然看上去很幼稚很不成熟 但她做了很多很成熟的人并不敢做的事情 这是她的勇敢和她的担当 其实我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武侠梦 想演那种非常酣畅淋漓的武侠 对 然后也是非常幸运收到了 《少年白马》《最顺风》的这个剧本 然后看到了《百里东京》这个角色 就是被她这种自艺的少年气 对 所感染 拍戏时最深刻的感受是什么 说实话真的非常累这个戏 但我觉得累得很快乐 就痛并快乐着 然后累并快乐着 打戏的量非常多 然后我这个人又非常的豪爽活泼 的确是需要我每天有非常充沛的这种精力 对 然后才能驾驭各种各样这种非常密集的戏 我觉得虽说就是辛苦 但我觉得都很值得 感觉体力消耗很大 比护心17瘦了 其实我体重没有太多变化 说实话 每个戏我可能对于自己的要求不太一样 护心其实当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 作为龙的这种身姿这种挺拔 这种体态 包括这种龙的这种力量感和威严 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但我觉得百里东京这个角色 可能更重要的是这种少年的 自艺洒脱 豪迈 潇洒 包括这种满事不恭的这种状态 所以我不会对身形要求的 那么过分的去强调那种力量感 对 我觉得可能是会稍微的比护心 整个肌肉线条吧 可能会稍微薄一些 也是为了打戏能够更加的流畅 交洒 拍戏这么累 怎么补充精力上的消耗 演百里东君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多巴胺 包括你能看到我那个衣服 也是那种五颜热色 偏活泼为主 我觉得百里东君给我带来一种 非常神奇的魔力 就是当我在试演的过程中 就我每天都很快乐 我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可能身体上来 但精神上一直是开心的 点完这个之后 会影响自己对衣服颜色的偏好吗 不会不会不会 这个只存在于白里东君这个角色 洪梅浩本人啊 我肯定是更喜欢 暗色系 但是我作为白里东君现在 所以其实我现在 非常 接受这个五颜六色的感觉 坦然的接受 然后并且我也乐在其中 有和剧组伙伴们一起休闲放松的时候吗 其实很少 更多精力还是放在排戏上吧 然后要是说真的就是大家私下自艺一下 可能会去我的球馆打球 何老师我觉得是我这个球场的 VVVVIP会员 他是最常去我球馆的 我们组的业员朋友 就在这儿也感谢一下何老师 对 真的非常的挺我 和何宜老师PK过篮球吗 因为我们俩能在一起出现在球场的几率 其实挺小的 因为何老师也是 戏粉也非常的重 然后呢 他也是每天都在疯狂的拍摄中 我们两个能够一起腾出一个空打球 也是屈指可数 所以我俩能够遇到的时候 基本就是 希望能够一起去打别人 就两个就要在互相残杀了 去健身房时 碰到过比较熟悉的演员朋友吗 我上前遇到那个刘萱一龙 但是也没见上面 怒海显沙片 跟他有搭档 粉丝老说你发库存 催你出来营业 其实我营业不是那种 一定要在什么特定的时候 就有的时候就真的就是 比如今天收工早一点 有时间去拍这个照片 可能就第一时间就发出去了 就不会说存好久 然后再发那种 这个戏算是 在空前的时间 也算解锁了一些自拍的一些技巧吧 对 可能这些大家都会吐槽我吧 也觉得我那个 因为我拍照一直都喜欢这样拍嘛 大家觉得特别直男视角 然后这次就是 花重资买了一个这个CCD 然后自己研究了一下 这个怎么用CCD拍照 你之前真的觉得那样拍最帅吗 现在我也是这么觉得呀 字幕志愿者是什么 跟这个人说 是什么 对 我们 joyful 我们去看 我们 我们